今天晚上, 晚安 還記得確定懷孕那天早上 爸爸很開心地抱著媽媽在轉圈 而媽媽只會在這裡傻笑 心裡在想, 我終於當媽媽了 還記得第一次聽到寶寶的心跳聲 第一次在超聲波上看到寶寶的樣子 第一次感覺到寶寶在這裡動 還有第一次看到寶寶的腳在肚皮上滑過 這一切一切, 媽媽都會深深刻記住 雖然以後會有更多可愛的搗蛋的場面 但是初次懷孕感動, 媽媽是不會忘記的 醫生說寶寶是女兒 女兒下巴尖尖, 是一個美女 爸爸說, 女兒將來一定又漂亮又厲害 所以一定要參加香港小姐 而媽媽說, 希望寶寶將來是一個醫生 幫助很多有需要的人 爸爸又說, 像媽媽好一點 因為媽媽讀書好, 成績又好 而媽媽說, 還是像爸爸好一點 口才厲害, 變數又快 就是這樣, 你一句我一句地 因為寶寶, 爸爸媽媽的生命 變得更加豐盛, 更加完整 又到了爸爸媽媽最期待的時刻 每次透過超聲波看到寶寶的樣子 爸爸媽媽都會既感動, 又興奮 懷孕六個月了 醫生說寶寶大過了不少 不過心跳就有雜音 經過詳細檢查 查到原來寶寶患有先天性的心臟病 即是心流症 所以一定要觀察著她的發展 等她出生之後, 看看有沒有需要做手術 這個消息太突然了 媽媽很不開心, 也很擔心 媽媽哭著地跟爸爸說 她不用女兒做醫生 不用女兒做香港小姐 也不需要她讀書厲害, 成績好 希望她可以健康康, 快快樂樂地成長 時間過得很快, 女兒已經兩歲了 出生之後, 小心撞個小孔, 自己眉口 這個病可以說沒有大礙 我女兒已經快要一歲了 我還記得她初出院回家的時候 我有四十八小時都沒睡過 我很擔心她吃得飽不飽, 睡得不好 連任何遍遍都很緊張、很擔心 所以為人子女的, 別嫌媽媽煩 為何媽媽要這麼緊張 只不過有一個字, 愛